好,来看一下啊 今天的话呢,我们跟大家讲什么呢 讲一个东西啊,叫正则表达式 这个正则表达式呢,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的话呢,这么跟大家说 就是学起来的话呢,它很强大 它很强大,看起来的话呢,不太好看 不太好看懂,写起来的话呢,也很麻烦 明白不,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 大家可以看看,今天呢,我们看看 就什么是正则表达式,它的作用啊 来简单的看一看啊 正则表达式呢,是一个特殊的这个字符串序列啊 这个计算机科学的一个概念,通常用来检索啊 替换那些符合某个模式的文本 它是啥玩意儿呢,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些难的啊 它是什么呢,是这个计算机科学里边的概念啊 通常用来干嘛了呢,检索,检索是啥意思呢 检索就是这个查找名额布 替换就是替换名额布 它的作用用来干嘛了呢 它的作用就是用来操作字符串的啊 好 这个大家注意啊,这个基础阶段确实有点痛苦啊 而且特别是这个前四周比较痛苦啊 应该说是前 前八周都比较痛苦啊 基础阶段比较痛苦 到后边的话,上框件了 那就很简单了,很快啊 上框件的时候就很快了 这样Flask, Jungle,那些东西其实学起来很爽的啊 没有特别多的新的概念要记啊 就是用理逻辑啊,那很快的啊 大家这个普遍情况下,大家对我的反应就说这个 老师感觉这个一阶段过完之后,下边的非常快啊 感觉特别特别特别快,一会就过去了啊 因为后边的东西,前面你打基础嘛 啥都不会,都得学嘛 好,这个正则表达室,它的作用是用来干嘛的呢 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吧,来 零二号这个叫正则表达室 它的作用呢,就是用来干这个的啊 它是用来这个,用来这个处理字符串 对这个字符串进行什么呢 进行检索啊 检索,其实检索就是什么呢 就是查询是不是啊 就是搜查询,然后检索和什么呀 和这个,和这个替换的啊 行,你们现在已经看不相信我了是不是啊 好,行,那这是一个啊 那这个东西有的同学会说 它,它其实就干啥事呢 它的工作呢,就是干啥事呢 就是这个啊 两个工作,第一个就是什么呀 这个,查找 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切换 有的同学会感觉非常的眼熟是不是 说这个有啥用啊 我好像不用眼心是不是 我有一个什么呀,有一个字符串 X等什么呀,等一个,hello 我先来个X点什么呀 X点这个,我来查找一下它是不是啊 点find,我们是不是有find的方法呀 来一下,拿一下这个e 拿一下e,看看这个e啊 它的位置是不是,第一个位置啊 hello嘛是不是啊 我能拿到它是不是啊 我可以这样写,可以这样写吧 那你说要替换的话 比方说我来一个y等于什么呢 来,y等于这个good是不是啊 我现在要把这个o给它替换掉 我替换成什么呢 g来个什么呀,y点这个replace 就怎么样呢,把这个o给替换成什么呢 替换成X,那这个时候你看 就变成GXXD了是不是 是这样的吧 好,没有问题 这样写呢是可以是可以 但是大家注意,有些人说老师 这还要学什么字符串啊 这不就可以了吗 已经能够操作字符串了吗 对字符串的检索啊 你说检索就是查找嘛是不是啊 还有一个对字符串怎么样 替换,替换不就替换了吗是不是啊 哎,我发现这个怎么样呢 用那个字符串就能够完成了 还要什么字符串啊 啊,这个呢,肯定是 你可以是可以啊 但是这个字符串啊 原生字符串提供的功能非常有限 非常有限,明白吧 只能够处理一部分这个内容,明白吧 当你这个内容呢 可能很多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怎么办呢 用这个就会有问题,明白吧 用这个就有问题 它能够,它的功能不够强大啊 原生的字符串用的这些什么东西呢 用这个find,replace啊 这些东西它都非常的弱小,明白吧 如果非常的弱小 那我们这个 比方说有些功能强大的东西啊 功能强大的这个字符串替换和匹配 那怎么样呢 哎,那我们就要 还是要用责任表达式啊 责任表达式,我就简单跟你说一下啊 我想让你这个,这个查找是不是 匹配一下,就是怎么样呢 看一个啊,看这个 看身份证啊,身份证 身份证的这个格式啊,是否正确 那我就问一下你 你要用字符串 你要用字符串怎么办呢 啊 来,我们写一个card的这个id 你要用户输入一个imput 请输入什么呀 请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啊 请输入您的这个身份证号 我就问你 如果你用那个字符串 原生的字符串来做的话 这玩意怎么办呢 啊,这玩意是不是都不能做了呀 呃,不是啊 就是前面的话有各种各自的使用场景啊 如果你是简单的字符串操作 其实用这个字符串的操作就行了 那如果你这一些比较厉害的 比较多的 你要怎么样的 你要用字符串的表达式了啊 这字符串的这个大量操作就用字符串的表达式 好,许多程序设计员啊 都支持利用字符串的表达式 对字符串进行操作啊 然后呢,在Python中需要通过字符串的表达式 对字符串的匹配的时候 要用那个模块叫IE模块啊 这个就是我们Python里边有个专门的模块啊 Import这个叫RE就这个模块明白不 IE模块啊 好,这个IE模块呢 它就是字符串的表达式里边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啊 可以点进来看看 IE.py 这里边呢,有一大堆的方法 而且呢,大家看啊 这个东西的话呢 一般情况下,一看到这个大量注视说明的时候啊 大量注视说明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有点懵啊 这玩意,哇,天呐,太多了是不是啊 多不多啊 它这都只是注视啊 大家看看啊 光这玩意诸试都这么多,看到没有 是不是感觉到非常的 有点想学的欲望了呢 我说的反话啊 我感觉你们够呛啊 看到这东西是不是就怕了呀啊 不要怕,我们一点点跟大家讲啊 这个东西的话呢 多是多啊 但是都不难,都不难啊 我说不难的话 你们可能也不太相信了是不是 好 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呢 它特点啊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灵活 灵活性 逻辑性和功能性非常强 就是很灵活 很这个逻辑性很强 功能性也非常强 没有啊 好,这是一个啊 爬虫要用到的 肯定的啊 可以迅速的用极简单的方式 达到字幕上的复杂控制啊 可以用非常简单的这个 简单的这个方式啊 达到复杂的字幕上控制啊 非常非常复杂的字幕上控制 对于接触人来说呢 刚接触人来说比较晦涩难懂啊 刚接触会有点难 但是其实这个写多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 它也还 也还行哈 没有那么难 其实这个正在表达室啊 如果真要说的话 它差不多 差不多可以理解为是一个 新的语言了懂啊 不要 不要怕 不要怕 我也跟大家讲过 你干什么事没有难度啊 是不是 做什么事都有难度 明白不 好 那这个正在表达室的话呢 大家注意一点啊 在我们这个里边呢 要注意一个情况啊 就是这个在Python里边啊 写这个正在表达室的时候呢 如果啊 来我跟大家写一个吧 它这个R1里边呢 有一个方法叫match啊 R1点这个MATCH match这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看啊 点击来看一下 这个有一个match方法 它用来干嘛了呢 它是来进行匹配的啊 这个里边呢 首先需要一个这个正则 我们写个什么呢 来一个这个 我写一个啊 我先先空着吧 然后我现在搜一下 搜什么呢 这个 大家看啊 我这样写啊 哈喽 杠恩 word 好大家看啊 我现在呢 要想搜一下 匹配一下这个杠 我不写杠恩吧 结果杠杠恩 这个打印的结果啊 我这么干嘛 X点哈 好来看这个X啊 大家看我们先 我先把这个X给它打印一下吧 print这个X啊 来大家可以看看啊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杠 大家看打印出来 结果是不是有一个杠啊 看到没有 有一个反斜杠 看到没有 有这么一个反斜杠 那如果我想 我想匹配啊 我想用这个正则表达式 匹配到这个反斜杠 我得怎么写呢 大家注意啊 我跟大家说一下 在正则表达式里啊 在这个正则表达式里 我不写个 嗯 好 就是这么写吧 就在这个正则 它打印的结果 我先把它给出来啊 这个打印的结果是这样的啊 好 在这个正则表达式里啊 正则这个表达式里啊 如果怎么样呢 如果想要啊 想要匹配一个什么呢 匹配一个这个写下啊 需要怎么样呢 需要使用几个呢 需要使用 1234 四个写下 好 你现在想要匹配的 怎么匹配呢 R1点这个match啊 这个match方法 match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词 match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英语 翻译过来啥意思啊 啊 这个词呢 就是匹配啊 嗯 这个词就是匹配的意思 那我看一下查找匹配啊 比方说我要匹配什么呢 匹配这个 这个前面写什么呢 写规则啊 然后后面写 你要匹配的字符串 匹配这个x啊 啊 这个前面呢 第一个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呢 第一个这个参数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证则 这个匹配 匹配这个规则 好 第二个参数表示什么呢 第二个啊 第二个参数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 需要匹配的这个字符串 就是我现在呢 要匹配的是这个 这个hello 斜杠N word的这个字符串 然后呢 这个规则是啥呢 就是我想找到它是不是 想找到这个斜杠 想找到这个斜杠 那要有几个杠来呢 大家看 一 来 来几个呢 得到 一二三四 四个杠啊 四个斜线 才能够 四个反斜线啊 才能匹配一个 一个这个反斜线 看到没有 哎呀 这样写啊 这样写才能够匹配得到 好 我们来打 我们来打 拿完之后呢 来个这个结果吧 来个m吧 等于它 我们来打印一下 这个m是个啥门啊 m.print啊 来看看这个结果 是个什么东西呢 来运行一下 大家看 这个结果 哎 有没有东西啊 有没有 哎 怎么没有呢 说我这个match啊 match是没有的 是不是 没有匹配到 好 得用什么东西呢 哎 迪哥 第二个啊 好 这个地方呢 用这个match匹配到 用这个search就行了 search search 我跟大家再写一下 待会我们详细的介绍啊 来运行一下 大家看 找到了没有啊 找到了 看到了吧 match和search啊 这些方法我们都会说 返回值不是一个布尔值啊 大家看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好 这个search方法 这个match 有有有有有有有方法 match和这个和这个search啊 好 这是一个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拿到的结果 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哎 获取到的结果啊 证则表达是 这个这个证则 证则这个 不能这么说吧 就是search和这个match 所以是match啊 这个方法啊 的结果 执行结果的这个执行结果是个什么呢 是一个对象啊 是个什么对象呢 是一个叫match match chmatch 类型的一个对象 明白不 好 match类型的对象 那它拿到的结果是个啥呢 大家可以看看 它这里边呢很有意思啊 有一个要span span是啥呢 这个里边呢 告诉的是什么呢 没写到吧 match啊 这个小个c号 好 那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span的话是从5到6 这5 6是啥意思呢 来看看啊 0 1 2 3 4 5 看到没有 它找到了谁啊 就是5 6 就找这个杠明白不 因为待会它解释完了之后 其实就这一个啊 就是这一个字符 看到没有 就这个斜杠啊 它拿到它开始和结束的这个下标 看到没有 然后呢 它在它匹配到谁呢 匹配到斜杠斜杠 看到没有 是不是匹配到这个东西啊 匹配到它了 看到没有 就这个写法啊 位置 对 是位置啊 就是匹配到的位置啊 这个呢 i一点match的一个类啊 我们待会的话呢 还会详细的跟大家讲 它的话呢 很有很有意思啊 它东西非常的多 非常的有趣啊 大家先理解一下 先理解一下啊 好 这是一个 那这个地方呢 如果这样写的话呢 就会很复杂啊 你要匹配一个斜杠 要写四个斜杠 是不是 那我们呢 还有另一种写的方法啊 怎么写呢 一样的写 但是呢 我们这个地方不这么干了啊 还可以在字符串 前面加一个r 然后呢 这个斜杠斜 斜线的话 齐写两句就行了 那这个还可以怎么办呢 还可以再怎么样呢 在这个字符串啊 前面加什么呢 前面这个加这个 加一个r啊 然后呢 两个斜线啊 这个斜线啊 就表示什么呢 这两个斜线就表示什么呀 就表示这个 就表示这个斜线了啊 因为这个呢 加r的话呢 指的是原生字符 还记得这些东西吧 原生字符的话呢 就告诉你 我要找谁呢 找这两个斜线 你看在我这里边 把它当原生字符来看的话 两个斜线 是不是就找它了呀 所以加r也是可以的啊 就这么一个用法 这个大家要知道 最基本的一个啊 那刚才的话呢 我们跟他提了一下 说这个里边有几个方法 一个叫search 一个叫match方法 是不是 search和match方法 那这个里边 大概有哪些方法呢 好 这个我们先提醒一下 这个生产表达式 大家先看一看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匹配 看到没有 它跟我们这个 跟我们这个字符串的啊 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字符串的什么呢 来个来个x等于这个 hello哈 然后你来个什么呀 x点这个find 来个什么呀 来个 哦 你看 其实它的效果呢 大家感觉 其实是差不太多的 是不是 差不太多 但是呢 它的功能要比它强大得多啊 要比这个强大得多啊 好 那这是一个啊 那我们先把这个提一下 大家先体会一下 这个正能表达式啊 待会呢 我们详细的讲这些方法 以及这个方法的执行结果